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阿曼侃金融,现在是美东时间2020年9月11日早8点,北京时间2020年9月11日20点,那么我们一起把握大师赚大钱,那么今天咱们最主要说的美股啊,咱们今天不怎么说特斯拉了,先说一个不好的事啊,昨天我在A股的时候已经说了 美股呢,昨天有一个反弹,但是咱们当时跟大家说了啊,到了30线上方,奔着20线的时候,咱们得做一个减仓的动作 甚至来说就是开盘,我跟大家说我开盘的时候,开盘前做节目的时候,我已经把特斯拉给卖了 那么有的人说那特斯拉后来又涨了,我说涨了呗,涨了跟我没什么关系,反正我是340块钱,330块钱进的,这两笔进的 然后是380块,365和380卖的,那我该赚着了,我这个赚着的钱就得了 那有的人说,那你赚的也不少啊,我也跟大家说了,我仓位很小啊,仓位很小 那么咱们赚着了多少,就是赚着了,赔了就是赔了,那这个东西,咱也没有必要说是跟这里 就是说,赔了我非得说是赚了啊,没有必要 而且呢,这个特斯拉,如果大家要是听我说的这个节奏,呃,当时跟大家说,我说我是五次建仓法 那么如果他往上冲,我就跑啊,我跟大家是这么说的,我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啊 那这个,咱们不是说是忽悠大家去买去,然后我自己不这么买啊 这个也跟大家明确一下,呃,昨天呢,这个反抽,呃,往下直接,呃,直接前半段啊,往上走 然后过了十点半,往下走,那么跟预期呢,比预期早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咱们的预期呢,是上午11点之前是安全的,呃,这当时我说的11点是安全的 结果从十点半就开始往下跌 那么如,到11点呢,时候呢,呃,跌的还不是太深 如果,呃,咱们看到势头不对的话 到11点,我们做检查动作,应当是,呃,那块是一个相对高位 因为他下来,也不是说是一分钟,呃,一下,就一个断头闸下来 啊,中间是有一个小的过程的,啊,咱们可以把这个图给调出来 一会儿给大家把图拉过来 好,把这个图给大家拉过来 啊,大家如果要是看昨天的,啊,昨天的图 我们可以看啊,9月10号,啊,这是这个,我这块显示的时间 是美国中部时间,啊,就这个,估值期货的 那么从10点,那这块有根阴线,然后10点 呃,11点的时候,啊,就是,这是,它的10点是美东时间的11点 11点的时候,这有一个反抽 那么我们在这块,应当做一个检测 那么从15分钟图上来看 15分钟图,我们9月10,9月这块啊,比这个,说比咱们的预期啊 咱们的预期是在11点 结果它是在10点45,我这块显示的9点45啊,是中部时间 再次强调一下啊,我这块显示的中部时间 这是,那么,比咱们的预期提前了15分钟 但是这个15分钟呢,也属于正常 为什么呢,就是,呃,一十岁啊,咱们不可能预测的那么准确啊 就是说连15分钟,几分钟都能算出来 那不太可能 那么在这块呢,这只是一个确认啊 这只是一个确认,呃,确认之后 如果我减仓,我也不可能说是直接就减到这个位置啊 也是看到,呃,一根阴线下来 啊,我,我,我会开始做大幅的减仓动作 所以说你不可能卖到这个顶尖上 谁也没有这个技术说,呃,能够卖这个最高,最高点啊 你说,我这个,呃,数十年的交易啊 你说是我这卖了多少多少次 那就是卖到了最尖上 那是蒙的啊,蒙一次两次行 你不可能说是永远都卖这尖上 那么这根阴线下来的时候 比如说上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就应该,就是3400这个位置的时候 就应该做动作 去做这个减仓 就说明啊,这个反抽结束 呃,如果你这块没做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看啊 这两根阴线反一下来 这又两根,一根大阴线下来 两根阳线起来 然后又出现这样一个上涨中继 这根阴线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减仓动作 那有的人问我做了没有 我在这就做了啊 我在这就做了 我属于胆比较小的啊 在这,在这个位置 在这块啊 在这块 九点半开盘啊 就是附近 这块 我一看小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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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没有这个上涨动力的时候 我就开始捡 在这块了 我做了一个大幅的减仓 那么有的人说 你大幅减仓减到多少 大幅减仓 我也减到了六成啊 也是持有股票 持有六成的股票啊 就是五成五点九啊 确实说是五点九 那么有人说 你为什么 你不是说让我们减到四成吗 我再次强调一下 咱们持仓不同啊 我是算着我杠杆来的 那我是算着我自己杠杆来的 而且我这个六成里头 本身持有了啊 一成半的空头啊 就是做空的 但这部分的话 应该是减去啊 应该是减去的 做减法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一点呢 呃 大家回顾我往期的节目 我跟大家说 我一般的情况下 会拿一点五成的 到两成的长线股 啊 就是这只股票 他跌 我都忍着啊 我就他跌 他涨 他跟我没有关系 我只是要 一定我要等到他 我因为我算着他估值 我一定会等到他 能够给我贡献 百分之二十到五十之间 这么一个范围的程度 我才会这个 给他出清 那么这是我长线的 还有一部分呢 我跟大家说是中线的 中线的 我就是要握六个月 到一年左右了 那么这两只股票呢 随着呃 大盘的往下跌 他也跟着往下跌啊 跌了还挺深啊 跌了百分之十多啊 这个对于我来说的话 是我自己愿意接受的 也就是说我三到四成仓位 就是专门给他们准备的 就是专门给他们准备的 那个我是不会动的 呃 我去捡的只是 我的短线仓位 就是我不是说了吗 我再拿出三成仓位来做短线 那用杠杆来补仓 那么做短线的仓位 我基本上 我该加的 在前一天呃 星期三 我是已经加上了啊 尾盘都跟大家说 我是加上了 咱们没有必要再做止损了 等到昨天在早晨 十点左右 九点四十五左右啊 没有涨到最高点的时候 有些股票 我就已经出了啊 我就已经出了 那比如说像有一些股票呢 可能一下就少卖了 呃 美股少卖了百分之三百分之四的 这也很多啊 这也很多 但是呢 我的风险控制住了啊 就是对于我加仓来说 我已经挣了百分之三到四啊 和后头那个百分之三到四 等于少挣一半呢 有人一等于少挣一半呢 是少挣一半啊 是明确跟大家说 是少挣一半 因为我呢 是比较这个胆小的这种啊 而且呢 我保留了一部分仓位 保留了一部分仓位 人说了 那你在拐头的时候 这为什么没减呢 呃 第一啊 我减了一点 没再多减 明确跟大家说啊 就是比如说这块 我是减了 呃 就是说是不到三成 就是说把我的原始仓位 又给降下了一点 但是我做了一个什么操作呢 就是我加仓了 我做空头的 因为我一直跟大家说 我说咱们要配 呃 反向的这个思维来去想 那么相当于这部分呢 我是做了一部分检测 啊 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我的策略 那么对于今天啊 咱们看一下这个 还是继续看一下这个 基本面 呃 昨天的反弹 没有成形成真正的反弹 变成一个反抽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啊 最主要的原因就这个 呃 共和党收身版的刺激法案呢 遭参议员投票 否决这个比较奇怪 我说这个共和 这个共和党的这个 这个受身版方案 怎么被参议员否了 参议员不是共和党 手里的吗 这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是没通过 没通过呢 紧接着咱们昨天说啊 看失业预期啊 是比较好的 结果等到盘中的时候 公布的失业数据 可比预期要差 再加上这个 呃 整个的这个刺激法案 从这个刺激法案 从国会修会之前啊 就是参议院和众议院修会之前 就开始盼着出来 结果呢 盼了 从那是八月初啊 八月八月八月 十号之前啊 就是七八号的时候 就开始盼着他出 结果一直也没出 没出呢 呃 大家就说是修会期间 就应该是一开会啊 一复一复会 就应该能通过 结果嗯 完了啊 没通过没通过了 市场呢 本身就在一就在一个呃 弱势的情况下 那么又再出这个基本面的消息 就是乌楼偏锋连鱼啊 这这块就嗯 导致了整个市场啊 反弹变成反抽啊 那么再一个咱们可以听 昨天的美股分析 咱们已经说了 说你到三十你到 他反弹到三十均线的时候呢 那本身就有一小压力 如果冲过去之后 我们就赶紧减啊 到了二十压力位的时候 我们再一部分减仓 应当是呃 很难冲到十日线 那么果不其然 受到二十日线的压力之后呢 他就被压回来了啊 说被压回来了 那么这也在技术上 也是正常 那么基本面 在配合技术面呢 那昨天呢 就是往下跌的有点大啊 就是昨天的下午的时候 往下跌的有点大 本来下午的时候应当是逐步 又起稳横盘进入 结果呢 没有进入横盘啊 进入一个跌盘 这个呢 也符合美股的一个 惯常的一个形态啊 就是说一跌起来比较急 一涨起来比较猛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这呃 再跟大家说一句 为什么我这个中线和长线的股票 我会忽略呢 就是因为美股有这个特点 涨起来比较猛 跌下来比较急 那么有些股票呢 可能一年就涨了一个月 你现在要是说是 我这握着呢 哎呀 要这个大盘跌了 赶紧跑 那你就是对你自己这个选的股票 没有信心 就是说对他的估值 你没有一个估值体系 那么 你到这时候跑了 等过两天 他刚涨起来光追进去了 他就涨这个 一年可能他就涨这个三到五天 呱 又跌下来 直接就给你扣里头了 那那经常是 这是咱们就是出进股市的散户犯的错 我明确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我原来也经常这样啊 那么随着这些年的这个交易吧 呃 我一般的情况下 这个中线和长线 我就是做一个估值的评判 然后他涨跌都没有 跟我没有关系 那么我有自己的指引位 就是说如果啊 他只要能够带来百分之三十到五十的回报 那么我就就给他扔了 就不要了 那么往下下跌的时候 那有人说说那你涉止损位吗 如果我认为这个公司的成长业绩好 我这些股票 我还真不像说有的主播说我涉止损位 这个股票他跌百分之三十啊 百分甚至百分之四十 我都能忍住 那么有的人说说是 那你为什么说是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三十五的时候 那基本上就要到预警线了 那个我不得不再注意他啊 那那样的话 我得设一个止损啊 除了这种极端的情况下的止损 那么这种极端情况什么时候会出现呢 只除非是疫情啊 呃 再次爆发让美国经济彻底停顿了 有可能出现 那么我也跟大家说了 这两个仓位中线和这个长线的仓位 我是总共就占了我三成啊 到四成之间不至于太多 那么我短线仓位如果出现极端情况的时候已经腾出来了 那么到时候我可能会一倍甚至两倍的仓位 我才去加进去 因为一般的急跌之后会有急着啊 急跌之后会有急着 那么我有足够的子弹去补仓 这跟大家分享一下 另外一点呢 就是呃 华尔街啊 说是这个 现在起稳了啊 华尔街日报报说是股市期货起稳 那么周末呢 开始恢复稳定 个人认为呢 不是这样了啊 一会我们结合技术图形看 现在是有所起稳 但是盘前起稳呢 往往都不是太稳定啊 明确跟大家说一下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说是 呃 市场教育了这个新的投资者啊 股票呢 也会跌啊 这块这两天跌的呢 是已经教育了投资者 那么我发现了 咱们这个订阅啊 呃 这两天开始多上来了啊 以前的话呢 一直少 我发现了一般的都是牛市 呃 订阅 我在新浪那边也是 牛市基本上没什么人关注啊 一旦一跌就开始有人关注了 这可能是被套住了 想了想办法解套 那么另外一条消息呢 是华尔街报的这个 那个世界银行说的啊 世界经济虽然这个反弹 但是呢 却反弹缓慢啊 被这个整个就是整个对这个就业的形势啊 和经济形势蒙上了一层阴影 呃 那么这块呃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交易员有时候 他分散在各地办办公的时候啊 他也有自己的情绪啊 注意啊 交易员交易的时候 他也有自己的情绪 那么他容易受自己的情绪影响 呃 进入追涨杀跌的过程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啊 对股市的稳定性是不利的 那么随着这个大摩 有人回去 那陆陆续续是不是其他的投行也都开始 呃 回厂办公了 那么这样呢 能让股市的情绪稍微稳定一下 那么最后一个呢 是关于木材啊 关于木材这块啊 可能会价格有所下降 那么对于房地产会不会是一个好消息呢 这个我不太清楚啊 这个我不太清楚 那么房地产整个 呃 咱们当时说了啊 就是说 呃 随着货币的超发会进入一个这个高峰期 那么木材的价格呢 我个人认为呢 是会对他 呃 有所帮助啊 因为他的成本呢 会降低 嗯 但是了 对于一个房地产这块成本到底能降低多少 因为啊 呃 大家注意啊 疫情期间 呃 据我所知啊 房地产的劳工是贵了 比原来贵了 呃 那么木材的价格能不能抵这个劳工价格 我不知道啊 为什么大家刚才说 说你说这个不知道 你又说房地产 现在正在建设当中 呃 随着货币的增发 呃 房地产这块向好 那么这块的成本价格的下降 那应该是对房地产利好啊 那么我说的是 大家注意啊 我说的是木材下降 是他成本控制好 但是他人工现在贵了 人工贵了 这块 是美国这个人工啊 实在是推贵啊 他木材这块的下降 能不能抵消他的人工 我不知道啊 那么再插播一个点私货啊 大家呢 如果对咱们的节目感兴趣 订阅点赞加转发 那么咱们的下边 把这个这块是咱们的群 就是说有些 比如说像昨天A股啊 咱们临时有情况 就插播一下啊 插播一下 我说大家手里的有的票 就先那个别卖了 那应该是下午有反弹 咱们等一等看一看 那都是在这块说的 那么咱们现在回来看这个 估值期划 咱们看标普500 标普500呢 我们可以看啊 现在是做了一个底 但是啊 这个底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从这看啊 五分钟线的这个底 超短线的底 现在还在放量下跌 15分钟线 也就是说短线指标 我们可以看啊 短线指标 他还没有下水 短线指标 我反复强调 必须要下水之后 我们才能有力量 那么15分钟线下水之后呢 好一点的 如果强势一点的 应当是到3345点啊 3345点 也就是往下下跌10个点 差一点的话 那么到3330点 那么也就是下跌25个点啊 15到25个点之间 我觉得还是有 那么在盘前 如果完成这个跌幅 那么是最好的 如果在这个一个小时之内 完成这个跌幅 如果要是一个小时 完不成 那么估计预计盘中 10点钟之前 还有一波跌 注意这波跌 我们不要做轻易的减仓 今天就不要再做减仓了 今天我们在这波跌当中 要找时机 可能会有加强 注意啊 我说的是可能 为什么 我们来看这个啊 我们来看 他现在这种放量了 我们是不行 什么时候 他一拐头啊 拐头向上 并且注意啊 形成 你别等他一拐头 就马 形成这种金叉 要插上了 插上之后 插出了多少呢 至少插三根 三根线之后 也就是插15分钟之后 确认 我们 再去进行 那么有的人说 你上回说插五根 这回怎么插三根 情况不同 原因今天是911 一般的情况下 911会有一个爱国航行 那么插三根 基本上就能够确认 但是你别等他没插呢 就就动 那么现在呢 来看 有一些盘前的股票 又开始往下跌了 又开始往下跌 刚才还是在上涨当中的 现在呢 又开始 一下就跌了2% 那么五分钟线 这种夜盘的上涨 本身就是不稳的 这咱们刚才讲的时候 我给大家拽过的时候 有人还问我 说是不是这个五分钟线 就很好了 我说是可以往上 这马上要插上 我说你啊 等等他 这是在底下 咱们在群里交流的时候 我说你等等他 等他真插上了再说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大周期 大周期 他是要往下走 但是更大周期的时候呢 又要往上走 这几个指标打架 但是由于他现在 已经远离零轴了 一般的情况下 这得做一个二底 就这块 这不是有一底吗 还得再做一个底 才能往上走 那么这个底 强势一点 3345 弱势一点 就可能要回到这个 3330这块 那么我们就等着他 回到3340附近的时候 我们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力 去做一个加仓的动作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跟大家 我这两天梳理了一下 为什么科技股叠成这样 第一是技术位 技术位已经到了 该调整的时候 另外呢 还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跟大家说一下 是什么消息呢 就是经济学人杂志 他登了一篇文章 说美国的创新能力正在衰退 这不是我说的 是人家说的 因为咱们这里有很多是 就是没粉 这个东西 我一说美国不太好 然后呢 就说我是粉红 我说我真不是 我是非常客观的评价一些事 这句话也不是我说的 是经济学人杂志说的 我说这块呢 就纯属是为美国科技股 这块这个下跌 添醋了 他上涨的时候 他不说这话 不登这篇文章 非得等下跌的时候登 那比就比较恶心了 就是说 现在美国的创新啊 大多数都是外来移民 外来移民 美国本土创新正在衰退 那么就有 他就说出来了 这个乔布斯是这个利班人 然后呢 那个现在马斯克 是哪呢 是南非人 他们现在说是美国人 但实际上都不是美国本土教育长大的 这块是经济学人杂志的一个观点 而美国本土的企业呢 现在就是美国土生土长的企业的创新力呢 已经由原来占70% 现在回缩到47.15% 然后外来的企业在美国的创新呢 占了52% 52点多 那么这么看来呢 是美国本土的一些教育啊 企业可能都有衰落的迹象 这是反正呢 经济学人也微言耸听 但是美国最大的好处呢 就是他吸引外来移民啊 给你一个好的创业环境 正是这个才推动了美国整体的科技发展 可是最近呢 老特呢 限制这个外来移民 这块呢 就有点不太确定的因素了 如果要是说 老特总是 这个跟 这个咱们所谓的 就是有时候所谓的红脖子啊 那但是在这个公众场合 我这么说这个词呢 可能又有政治正确的 政治不正确的问题 所以说我也不太想用这个词 但是呢 咱们在私下里头经常会说 会说这个词 如果他总是迎合这样的选票 说为了给美国工人带来工作 而拒绝这些高科技企业的移民 恐怕对高科技企业和这个创新企业 又是一重打击 那么 我们呢 这块呢 只能是拭目以待啊 改成这个大形式了 总体来看呢 今天啊 今天 开盘之后 恐怕会有一波下跌啊 开盘之后半个小时 会有一波下跌 那么这波下跌的 情绪会不会延续到十点半之后呢 不知道 个人认为啊 个人认为 现在做一个初步判断 成功概率呢 可能是在60%到70 注意啊 60%到70 咱们一般的情况下 我说的比较肯定的话 我自己个人认为 我的判断率都能在80%以上 那么 在10点半之后啊 是应当有一波上涨的行情 呃 为什么呢 是根据以往的惯例啊 就是911一般的情况下 都会有一个爱国行情 那么今天会不会出现啊 个人认为呢 大概率的事件 60%到70%会出现 那么有人说扔硬币还50%呢 扔硬币 咱们博的 在股市上博的就是比硬币多的10%到20啊 这个明确跟大家说一下 那么所以我们如果在前天啊 昨天没有减仓的 前天没有加仓 昨天没有减仓的 那么现在我们盘前的这波下跌 我个人认为已经没有必要止损 我们看看10点半之后的情况 如果10点半之后继续放量下跌 注意啊 还是放量下跌 或者说是啊 我们可以看 就是我通常所说的叫吐舌头 啊 就你看这就是吐舌头 这个就是长口相下啊 跟吐一个舌头似的 没有回勾 我们注意啊 这块现在的k线组合 就这块的k线组合 现在本身就是一个止跌信号 但是这是第一个止跌信号出现 这不能算完啊 这块再回勾回来啊 勾成金叉的时候 如果到10点半没有完成这种情况 那么我们再做 呃 减仓 止损 这样的动作 如果他到那个时候 已经完成了我刚才所说的动作 并且注意15分钟线下了零轴了啊 下了零轴 开始有所减弱 向下的动能有所减弱的时候 我们是要做加仓 勃反弹的动作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 我们下周 A股开盘 再见 那么大家千万想着订阅点赞加转发 我们下周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 ¿ hook 下周 等等